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9月8日 已經是 星期五 昨天 一場暴雨 是香港有歷史以來 因為香港由1880年開始 有這個統計 百多年來 第一次 是這麼厲害的下雨 當然是很誇張 雨大到這樣 香港 渡渡水浸 加上深圳派控 所以香港 昨天 黑色暴雨 我們其實真的很誇張 當我看到黃大仙的影片 你會覺得很誇張 因為地鐵 真的很少這樣浸發 整個黃大仙進入水 不單止如此 最誇張的是柴灣 大家知道柴灣地鐵站在哪裏 柴灣地鐵站 是要有 扶手電梯上樓上的 在上面那裏 是等於是三樓 但是三樓那麼高的地方 照計那些水都會流走 一時間水都走不及 整個 整個地鐵 整個地鐵 整個地方 是浸濕了 而且 柴灣也是一個重災區 天文台在昨天 9點25分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25分鐘之後 改為紅色暴雨 11點05分 再改黑色暴雨警告 昨天晚上我看到一些影片 他說黑色暴雨 到處下大雨 不以為然 下雨而已 但是 很誇張 我們收到那些短片 我們在深圳的朋友 把短片發給我 才是誇張 因為他們 即是 即是叫出口轉外銷 香港朋友傳到大陸 大陸又傳回頭 我是從深圳的朋友 那裏看到這影片那麼誇張的 柴灣 橫翠道 橫翠道那裏是斜道來的 是半山 一條叫連城道 其實是去過連神國的 那裏其實是在半山 那裏竟然好像山同步伐一樣 周圍的水很誇張 有個女人 被水沖走了 沖了50米 那這條影片應該是一些印巴籍的少年 有幾個少年在那裏 一邊笑 一邊幸災樂禍 當然啦 這是一個不對的行為來的 因為 人家如果是你 怎麼辦呢 幸好那個女人最後都沒事 衝了50米之後也能救回頭 新界北部當然是受 重災區 天文台在晚上7時50分發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 尤其是沙頭角一帶 兩小時內錄得魚150毫米的雨量 警方當然跟消防接到很多宗的報案 包括大埔交藤 石涌咬 赵亨 也出現嚴重的水浸 有市民被洪水圍觀 也有小巴在路中死火 其中在雞谷樹下有市民報稱 整條村水浸 車輛浮起 這個真是誇張得不得了 大家看影片 香港 全部都成為宅國 天文台呼籲 市民要採取適當的防禦措施 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步伐 呼籲遠離河道 也要注意鄉村附近的防洪警鐘 今天教育局當然是不用上學了 首先我們說一下港島東 我本身住港島 我們看到柴灣很誇張 環翠商場被水浸了 浸到 好像一條黃河一樣 然後環翠島是斜路 上面就上去興華村 豐華村 全部浸了 下面 也一樣 浸到地鐵站 周圍 全部的車要間水而行 我們看到 巴士上面那些人 全部都入了水 整個巴士都入了水 也有的士 其實是一半浸在水裏 當然了 浸得很誇張 城巴下層 全層入水 有警車 在環翠路 涉水 半架車浸了 很多車死了火 台灣地鐵站 大唐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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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浸不只是地下 是因為那部雨太強 根本是疏到不及 所以 在半山的環翠道也出事 環翠村商場 那個停車場當然是死火啦 整個地牢 那個停車場摸到頂 浸了 浸到上來 浸過了頂 剛才說到環翠道 那條影片大家都看到很驚訝 就是一個拿著把傘的女人 在環翠道11號對開的斜路 就好像急流一樣的 她就被水沖了 一直掙扎 想著拿著欄杆 誰知道 沒有 一直被水沖 沖了50米 才停下 這條影片很驚險 我想昨天大家 大部分香港人都看過這條影片 很恐怖 黃大仙地鐵站更加誇張 沙田坳道的出口 水就好像薄薄地沖下來 整個地鐵站浸濕了 全個地鐵站浸濕了 然後有列車駛入黃大仙站 整個月台變了一個汪洋一片 不知道有沒有打開 因為 我想應該不能打開 因為那個幕門打開 那些水 就會湧進去 所以車是不停的 那些人就會拍下來 即是有市民拍下來 車到了那裏就不停了 所有幕門 閉著 水 不會浸進去 如果浸濕了 路軌 可能也很麻煩 所以他們就沒有打開過車門 這些情況 香港 從來沒有試過 最終黃大仙 浸濕了 所以需要關閉 幸好 因為香港 每一個站都有一個幕門 不會像鄭州那樣 整個站浸濕了 好像 把整個鐵路浸濕 大家知道是地下鐵路來的 如果水真的太厲害 一湧進去那個鐵路裏面 會不會整條隧道浸濕了呢 然後 然後 車廂裏面的人走不掉 就不死了呢 鄭州就試過了 整個車的人都死了 香港呢 幸好 因為 那個排水系統好 而且幕門 真的有遮有擋 整個水 不會說 是上面衝下來 當然 也是 一半度 不會說 整個月台被淹淹了 如果被淹淹了就很嚴重了 那個 沙田咬道的出口 水衝進來 我看到那個好像是 扶手電梯 已經是沖倒了 有部分 好像是沖了一塊鐵 扶手電梯 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已經衝壞了 當然 不單止是黃大仙站 雨水同樣湧入彩虹站 網上也有影片顯示到 彩虹站私窗口 因為連接行人隧道 大量雨水經地面 原主樓梯湧入彩虹站 港鐵職員有三個合力來關閉這個閘口 有人傳出 很大聲 快點呀快點呀 這部閘門也因為水壓關係 很難拉開 職員只能夠逐筆逐筆拉出來 其中 只是拉了一部分 港鐵宣布由於天雨持續 處理積水和修復 為了確保乘客安全 頭班列車開的時候 入觀塘線來回列車 需要作出調整 石劍美到彩虹站 是暫停服務的 因為 地方進水 還有很多垃圾 我看到這些影片 沖了很多垃圾下去 新界北區為甚麼那麼嚴重呢 當然除了因為暴雨的關係 還有深圳排紅 深圳之前說會提早 如果真的要排紅 會提早通知香港 結果 只是早十幾分鐘 宣布完沒多久就排紅了 時間是十幾分鐘 香港當然是吃光了 吃光了這些深圳送來的大禮 網友說笑 這些叫北水南調 北水湧港 湧港 尤其是深圳無預警 送大禮送給香港人 香港人不知怎麽感激他 搞到 深圳 搞到新界 主要是新界 沙頭角 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水浸情況 要多謝我們祖國的關懷 賜我們北水 這節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 在暴雨之下平平安安 小心出入 這節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我們到10月5日 才有機會恢復盈利 這節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多謝 再見 請 請 請